如此民众又是什么让王楚清无比傲慢的妄想赛场 原来就在一分钟前 张本智和竟然压着樊振东打出了2比0的逆天开局 小张本疯狂呐喊 仿佛胜利已成定局 殊不知比赛将在这一刻彻底逆转 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本场比赛由小胖樊振东对阵日本头号种子张本智和 张本智和祖籍四川 2014年他父亲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那就是带上儿子一起加入日本国籍 现在他急需一场胜利 为自己和家人的选择阵营而王楚清的暴冷出局 让樊振东夺冠压力倍增 国拼双保险已经失效 那么樊振东能否守住国拼的荣耀呢 我们拭目以待 首局比赛开始后 白氏汹汹的张本智和开场就是一声大吼 把小胖的脑瓜子叫得嗡嗡作响 好球 反射相识 反观樊振东打得毫无章节 全程被张本智和压制 推中间 比时的分差也是越拉越大 最终樊振东一2比11丢掉了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开始 张本智和一上来就火力全开 连隔两分 樊振东也不遑多让 连续抢拉把对方措手不及 好球 好球 双方你来我往 比分异常胶着 很快两人便站着酒瓶 好球 好大 好大 由于太过着急 樊振东竟接连发生失误 连丢两分丢掉了第二局比赛 此时场上大比分为2比0 比赛来到第三局 连丢两局的樊振东并没有气馁 反而打得更加积极主动 取得6比0的梦幻开局 漂亮 这条线必须得扛住 但作为导播的头号球星张本智和也不是吃素 连续打重复位置很轻松便拿下一分 对 但第三局的樊振东仿佛大杀气一般 凭借着硬实力连续得分迅速将比分拉开至10比3 最终随着张本智和的一个回球失误 樊振东终于扳回了一局 比赛来到关键的第四局 两人刚开始便火药位十足 刚开始的几个回合 两人比分咬得很紧 一度从一平占至7平 好球反手并住 漂亮 此时找回手感的樊振东 欲战欲友 以更加凌厉的攻势连得三分率先来到局点 樊振东 反手并住 樊振东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最终随着张本智和的一个回球出往出界 樊振东以11比7将大比分搬至2比2平 比赛来到第五局的角逐 张本智和打得愈发凶猛 一上来就打了樊振东措手不及 取得7比2的逆天开局 漂亮 樊振东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 面对张本绝佳的手感 樊振东完全失去了主动权 最终随着樊振东接球失误 张本智和以11比4的巨大优势率先拿到赛点 此时的樊振东已被逼入绝境 一条退无可退的绝路摆在了樊振东的面前 第六局比赛开始后 樊振东全力以赴 每一球都打得格外坚决 迅速取得6比2的领先 漂亮 可没有谁能够保持绝佳的手感 高歌猛进很快张本智和开始了猛烈的进攻 将比分搬至7比7平 关键时刻樊振东连得4分 以11比7将大比分搬至3比3平 双方在前六局当中现在打成3比3 接下来将会将比赛带入到决胜局当中 决胜局开始后 樊振东打得越发凶猛 很快变取得2比0的领先 好样的 好样的 张本智和申请换球 之后他连锥4分将比分反超 好 反手拉住转正手进攻 樊振东果断调整战术 双方战至7比7平 抗住回反手 转正手进攻 漂亮 长球 太棒了 漂亮 又是一个皮肠 控制断球 防一把 有了 非人都拿到了赛点 长球 有了 拿掉 这样非人都是11比7拿下了决胜局 关键时刻樊振东敢于发力 最终以11比7赢下决胜局 大比分4比3逆转战胜张 小今日都拿下冲 人知傅 涵 最例えば 包�도 长球 矾 摆 后 催 尤